好久不见,山石想念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感冒依旧美好的小熊 给大家带来这一期水彩首绘视频,对不对 然后呢,这一期呢,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画的是一个妹子,对不对 然后画的是一个偏写实画风的这种妹子 然后这一期要画什么呢 哎,正如大家所料啊,对不对 这一期画女票啊,对不对,画女票 然后呢,这一期呢 其实是前两天直播的一个这个绘画过程嘛 对不对啊,前两天直播嘛 然后直播也是挺好玩的,对不对 挺好玩的 然后直播之后呢 然后也是果断回来录成了一个小视频 对不对啊,做成小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这一期呢 就从这一期开始都着重的给大家讲一下吧 对不对,给大家讲一下这些绘画技巧 然后呢,这一期大家可以看到 画起完这个草饵之后呢 然后我现在调了一个肤色啊 肤色是怎么调的呢 用这个大红 加上一点这个史明课里面那个皮肤颜色啊 叫什么什么黄啊 好长的一个名字啊 对不对,我总记不住 然后呢,再加了一点点土黄 然后多加水,多加水,多加水,多加水 然后均匀的刷在脸上,对不对 然后呢,现在呢,给它画了一点头发 画完头发呢,通过这个把画质给竖起来 让它形成一种自然流淌的效果 然后这种效果呢,也是小熊比较常用的,对不对 然后这种效果呢,整体来说还是能造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感觉吧 然后呢,这里呢,把这个头发和这个皮肤 这个底色给铺差不多之后呢 咱们开始从五官开始刻画 这个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啊,对不对 所以说呢,咱们就得先从眼睛开始 然后简单的铺一下眼睛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画这个阴影 阴影当然是从眼窝 鼻底 然后唇底 然后脖底 这些,这些应该有阴影的地方开始刻画啊,对不对 然后刻画的时候要注意光源,对不对 然后光呢,是从左边向右边打来的 这样的话,这个光源呢 这个阴影呢,都会以一个倾斜的方向啊 全都偏向右侧 注意这些地方呢,画出来的最终效果就会很不错 然后调阴影的颜色呢 眼窝处的阴影 在之前肤色基础下又加了一点点这个橙色 对不对 加了一点点橙色,又加了一点点土红 然后呢,其他地方 包括脖底啊 包括这个鼻底的阴影呢 在肤色基础下呢 又加了一点这个 加了一点什么呢 加了一点这个 棕色吧 好像是棕色 我也给忘了,对不对 然后呢 重点在哪呢 重点在于一定要都在这个肤色的基础下 对不对 这就是因为这个无论是阴影 还是皮肤的亮度啊 它都是在脸上 对不对 你的脸如果没有光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的脸从上到下都是一个颜色 对不对 你脸不可能青一块紧一块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一定要遵循这个原则 所有的这种脸上的颜色呢 都尽量的在肤色的这个 之前调这个肤色的基础上 去进行调色 对不对 就比如说加一样 少一样 懂不懂 然后呢 现在呢 开始细致的刻画一下这个眼睛啊 然后这个眼睛的心灵窗户啊 对不对 然后画妹子呢 一定要给她把眼睛尽量画的大一点 对不对 画大一点 然后呢 一定要给她画的带着那种微笑的感觉 这样妹子就很喜欢 对不对 就很喜欢 然后呢 嘴唇呢 也是尽量给她画的俏皮一点 对不对 俏皮可爱一点 然后呢 我想必看我视频 小伙伴大多都是妹子啊 对不对 大多都是妹子呢 那你们就是给自己画的时候 也是尽量的画漂亮一点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汉子的话 对不对 喜欢自己女神 对不对 想给女神表白 怎么办 小熊来教你啊 画一幅画 对不对 给女神画一幅画 让女神瞬间觉得你 既文艺 又有气质 而且呢 哎呦 还把我画这么好看 哎呦 美 这个女神呢 没准就 对不对 就能跟你约战倒塌了 对不对 整体来说呢 还是挺萌的 对不对 还挺萌的 这里呢 也是 所以说说的好 三分靠自然 七分靠刘海 对不对 妹子想要长得漂亮 哎 刘海是很关键的 在我没画刘海之前啊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妹子 呃 不是那么机灵 不是那么可爱 对不对 但是 画上了俏皮的刘海之后 瞬间啊 对不对 女神范倍增啊 对不对 哎 我希望女票能看见我说这句话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他会对我好感度 加尔时 对不对 这里呢 可能就有小伙伴要说了 双双双 哎 小熊你又来虐狗啊 对不对 哎 真不好意思 虽然 我有女票 但是 我的心 我的心啊 仍旧 在大家的手中 对不对 我为了大家 为了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无论你是妹子 还是妹子 对不对 我为你们而做视频 对不对 我为你们 而画画 啊 哎 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假啊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做视频 确实是因为小伙伴们 一直支持我嘛 对不对 为了每一个支持我的小伙伴呢 一直坚持努力的周庚啊 对不对 嗯 周庚呢 其实也是一件挺累人的事 对不对 小熊呢 也是感冒了 对不对 上期视频就感冒了 然后 我上期视频录完之后 我觉着明天就能好 实际上呢 我到第二天 我扔就没好 我扔就没好 然后现在又过了好多天 我还是没好 但是一直有一种快好了的感觉 然后我这期视频 我继续说 我觉着我感冒 明天能好 你们信不信 哎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对不对 我要是明天好不了 那就是你们 有人诅咒我 对不对 你们一定要咒我快点 不是 你们一定要保佑我 感冒快点 好 这样的话 我才能 继续给大家带来 丰富多彩 又富有趣味性的 这个视频 对不对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简单的画了一下之后呢 从这红色衣服里 延伸出了 这么两只蝴蝶 两只红蝴蝶 然后又从头发 这个紫色部分呢 延伸出了几只紫色蝴蝶 这是这种 今天画的这个画呢 不是属于这种写实风啊 对不对 这属于比较异象的这种 半写实创作型的 这个水彩肖像 整体来说呢 还是比较有意境的 对不对 画起来呢 画起来相对那种写实风的呢 或者是半写实风的呢 相对容易一点 因为这里面 创作性的要素比较多啊 对不对 就比如说 我画这个蝴蝶 包括甩伤点 包括这个流淌的效果呀 包括现在用这个白笔 给它画这种裂痕的效果呀 这都是一些 比较创造 创造性的东西啊 对不对 这些东西画上呢 会让这个整幅画呢 有一种 比较新颖的感觉吧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 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头发呢 当然没有这样的头发呀 对不对 然后呢 这就是 这画了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整体来说呢 也是看起来挺萌的 对不对 现在呢 拿起这个棕色油性彩线 去简单勾了一下 然后这期用这个纸呢 是这个孟法尔300克的纸 也是比较适合 小伯伦去购买的一款纸啊 因为这个纸挺便宜的 对不对 而且还是四面风 四面风胶的 四面风胶纸 你就不用表纸啊 直接画完一幅 撕下来一幅啊 也是挺好用的 然后用的笔呢 一开始铺大色 是用的那个 呃 就在叫叫什么来着 红胖子啊 对不对 哎呀 这个小熊 他其实 小熊有点胖 对不对 有点微胖 一米九 二百斤 对不对 有点微胖 所以说对胖子 这两个字 很敏感啊 对不对 小伙伴不要随便乱说 哎 这个铺大色用的是 这个红胖子 二号松手毛笔 然后勾一些小细节 用的是这个 达芬奇 四二八 一号的这个笔 然后这两只笔 也是相对来说 价格比较高点 不不太推荐啊 就刚入手 刚上手 小伙伴去购买 呃 如果你刚上手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去买 呃 如果你想扑色的话 去买那个滑红 滑红五百松手毛笔 一号 呃 买那个 那个挺划算的 然后呃 如果想勾线的话 就随便买 这四号的这个 尼龙笔就行啊 也就几十块钱的事 这些东西 也都比较适合小伙伴用啊 然后现在签二名之后 这幅画就画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挺有感觉 对不对 然后 这是完成稿 当当当当 呃 拿到电脑里呢 扫出来 然后调节那些曲线 还是挺萌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一期呢 就是这样了 然后下次呢 会给大家放那种 半写实风 对不对 就是我之前一直说的 半写实风的那种风格 画的妹子 对不对 然后 还是谢谢小伙伴一直来支持啊 对不对 这个 呃 也是 求硬币 求收藏 对不对 点收藏的小伙伴呢 都是小天使 对不对 哈哈 天冷了 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对不对 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